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我來到曼谷的第21天 我們現在首先到佈了這裡 這個位置是一個海鮮的大型市場 所以今天觀眾的你應該都會大開眼界 其一,Johnny第一次來 我也會大開眼界 其二就是 今天是我朋友的逗留曼谷的最後一天 雖然天氣好像不太穩定 但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給大家看看天氣 今天天氣來說 有些少許有機會 下雨的感覺 趁我朋友塞車的途中 我們都先走一走這個市集 因為這個市集關門的時間是8點 所以這個時間來就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晚一點就會開始曼谷的特色塞車 所以我們早到都有個好處 以我一貫的做法 我們就會由這個市集的外圍開始走進去 剛剛Johnny經過的時候 這裡各種不同的食物都有 OK 如果觀眾的你不知道這個地方 Johnny都會在上面的標題上標回位置 讓觀眾的你能夠來這裡吃東西 帶開眼界 這裡真的有很多的海鮮 如果愛好海鮮的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地方 在這個途中 Johnny都說說我們今天的衣著 今天Johnny穿少許 比較隨便的造型 因為本身我本來想著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就不想拍片 想去跟我朋友 享受他們今天的最後一天的旅程 但是他們遲到 他又叫我們去拍片 所以Johnny OK 我們都從粗顧熱做回我們應該做的事 今天你見到穿的褲 終於有少少不同了 Johnny今天真的想 一個放鬆心情來這裡享受一下 因為加上這年日的高含量去製作片 Johnny的大腦有少少少都跟不上的狀態 剛剛Johnny走過的時候 他都有一些位置是被人吃東西的 所以如果觀眾的理 空套來這裡都不用太擔心 不用怕說東西要買了才能吃 眼前這一檔是什麼 豬肉 是不是豬肉 我看看 這個應該是豬肉 這檔 是雞 雞 雞 原來是雞 我剛剛以為是豬肉 我們繼續走 海鮮的位置 很多都很新鮮 我朋友今天來這裡可以大飽口福 可以了 一樣的 這裡這麼新鮮 都是1200元 跟我們上次在這個 旁人街吃的海鮮 龍蝦一樣價錢 在這個空檔的時間都可以說一下 走過這個商場的大概一半的路程 我上這個商場 他都幾乾淨一下 如果擔心衛生問題的觀眾 我都幾推薦來這個商場 一來 他這裏就有瓦碟頭 二來 他有風扇 我上Johnny這樣去拍攝 趕著夜 走的時候 都不會是一個太熱的狀態 我們決定了 這裡買600匹 剛剛問過1kg 大概5-6隻 看看有多少隻 究竟最後 但這個商場 你看看 超大隻 師傅懂得說廣東話 這個很厲害 這個 要少了 不少了 確認 確認 你們認識嗎 試試嗎 試試 海膽 海膽 可以 試試 好嗎 給兩隻 兩隻 好 嘩 在漫谷之中 看到有一個人說廣東話 是很有親切感 哈哈 他這裏雖然跟我上次吃 我上次吃100匹 小一點 現在這裏199匹 他大條一點 我問過別人 他可以做刺身 我們都 我們都吃 我問問Chester 他吃不吃 那裏我都要三條 三條嗎 是呀 是呀 你很厲害 說得這麼標準 我想問他這個有沒有圓條吃 我看到別人圓條吃 我見到別人浸 然後整條飽入口 這個 這個可以嗎 可以 兩個sasimi 一個就是圓條吃 OK 謝謝你 好 我終於解決了一個問題 上次我在漫谷那邊 那個夜市 我不懂怎樣跟別人說圓條吃 現在我確定問了別人是可以圓條吃 等一下他們兩個就吃刺身 我就圓條吃 師傅我想問 整條飽入口吃 有沒有東西是不能吃的 原條吃得的 原條吃得的 好啊 麻煩你 OK 好 我們都拍拍個店名 讓大家知道 他講廣東話真的很厲害 如果想出到外面 方便溝通過 都可以來這間店 我給他一個特寫 超好 師傅 講廣東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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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整條 整條顏色了 我來了這麼多轉 我都未試過整條顏色 那就試一試它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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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吃一點點 好 這樣吃 好多倍 好 好 難怪 人們不弄刺刺刺刺 原來味道相差這麼軟 吃完 最好感想 真的相差好遠 如果怕牠生吃到口 怕出事或者怕殺身的觀眾 就可以整齒身 如果不怕的話 我建議就算怕辣也好 都會像Johnny一樣 整條放進口 因為牠的口感 那個方面是沒得比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這個 新鮮的魷魚 然後這個就是海膽 哇 樣子都很漂亮 難怪這個市場 人們那麼適備鏡頭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這裡也有另外的Youtuber 霸佔了 泰國的黑熊 我以前也有看過那些片 所以為什麼人們那麼適備鏡頭 就是這個原因 我剛剛在上面看到 已經不是一個Youtuber的影片 起碼已經出現了兩至三個 希望未來Johnny 出了名的時候 我們的影片都會放在這裡 讓他做一個宣傳 好不好 粉的海膽 還有剛剛Johnny吃的魷魚 我們幫牠們叫了刺身 還有一些大頭蝦 還有一個面 我們試試這個海膽 味道有點接近 可能我不是很習慣 這些就是剛剛600匹的大頭蝦 比我整天的手更長 哇 這些蝦好多 這個蝦的肉很鮮甜 還有它的咬口感,這次真的要放在第一位 高多肉彈牙 吃得出彈牙和我平時吃的相差很遠 有彈牙的感覺,可能因為我看到它真的新鮮 撈出來馬上燒給我吃 暫時的蝦是我最超出了我的想像 是很好評的 剛才的魷魚雖然很特別 但因為Johnny已經吃過 所以對我大腦來說不太衝擊 海膽可能對我來說太接近 對我來說有一點聲音 不是海膽不好吃 只是我個人的海膽一半半 所以現在這麼多東西來說 蝦真的完美 第二隻是保持著很好的水準 已經看到膏流到我整個手都是 一些比性水滋潤 一撕出來已經整個手都是膏 如果觀眾來到這裡 我都建議你去試一試 真的 它新鮮的程度令到肉感升華了 我自己覺得 待會Johnny找個機會試一試蠔 我想吃蠔 來到這邊 這麼多海鮮當不吃蠔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剛才我看到蠔都挺新鮮的 所以都不會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不會搞兔 真心那句 如果我搞兔的話 可能是其他食物問題 我們繼續吃第二隻 因為 怎麼說呢 我吃了這麼多鑽的蝦 我其實沒有一間令我想吃第二隻 所以 你見到Johnny已經急急去吃多一隻 你就知道它的口感上是多鮮甜 還有是多彈牙 真心說一句 不好吃的 或者我覺得不OK的話 其實我就 不是怎麼吃 因為我不是第一天來這裡 是不是觀眾 那我們快點吃第二隻 好啊 好吃 你看看那些蝦 看不看在裡面 Johnny這次有點技巧 我把蝦的蝦留在這裡 你看不看 撕出來之後蝦的蝦多誇張 真的 乾了 我們 不單止高 還有它裡面的肉 也是很好吃的 平時我吃的 它可能有高 但肉量不是太多 但它這個肉量 也是很足夠 令你的口感很豐富 我覺得 差點後悔 剛才Johnny有一點點 甚至不想買它 因為我覺得蝦六百匹 很漂亮 好像有一點歷史 但現在吃完之後 底讚真是OK 我先看看 我們選底一點 冷一點 讓它 是啊 因為Johnny也少少怕 肚子不能受到的 Pakum cup 看到這裡嗎 已經是世界大戰 這樣了 還沒吃它 我們先用眼去平它 首先它三隻 120匹 跟其他的蝦相比 有點貴 因為旁邊有一檔 是80元 然後細細合大 裡面有很多蝦 我們試試 究竟它值不值 這個是120匹 在我心中 這個要撕小一點 我們 我們 淋少少下去 我們放少少 這裡也加少少 OK 我們第一隻 試試它 希望不要令我失望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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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肥美的 但它沒有600匹的蝦 對我的大腦衝擊 我們繼續吃 不要停了 因為這個是我的一人份量 但不得不說 我們加上這些配料 但我們不得不說 加上這些配料 下去之後 它就會令到那個 這個蝦的味道真的上了一個層次 OK 我們準備好了 我第二隻 不要讓它停 我們繼續吧 嗯 雖然剛剛Johnny 說它 沒有超出了我的期望 還在我的 幻想之中 但當我吃到第二隻的時候 我已經是HIGHPAR起來 我覺得直接想要它 再買多一條回來 感覺就是這麼奇怪了 它沒有超出我腦海的想像 它的味覺 但呢 它有三隻 我吃到第二隻的時候 我已經想要追蠔來吃了 嘩 嘩 不得了 它吃一下吃一下 那個味道 令你很想繼續再追下去吃下去 我們先撕一點點 這些 好 我們先吃完這隻 這個Johnny的真實感受 吃第一隻 覺得它不是太特別 吃第二隻 想追蠔 吃到第三隻 不夠滿足 你明白嗎 所以整體來說 都是OK的 但是暫時 這麼多東西裡面 第一樣是蝦 600匹蝦 第二樣是這個 120匹的蠔 至於這個海膽Johnny 就 不太適合Johnny吃 剛才我們原條吃的魷魚 雖然199匹 貴了99匹 但是它的尺寸 和我上次吃的夜市 大小 是大很多的 再加上老闆 這麼親切的解答 那99匹 給它 走不太遠 至於你問我會不會再吃呢 可能我們可以再吃 因為感覺上真的不錯 哎呀 那我找回了 剛剛我看回補充 然後才見到這位哥仔的衣服 然後 差點差點 阿羅人 阿羅人 Delicious Delicious I come again OK 剛剛我打算找這位阿生 找不到他 然後認得他的男生 我們來這裡再買 OK 哎呀 終於找到了 我多怕找不到他 因為剛才我吃過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再買一次 因為呢 怎麼說呢 我的老海 對他真的有個概念 過目不忘 不是過目不忘 因為他的味覺太衝擊了 令到我 我們要檢查他 我們再買一次 再跟他說 溫毛 OK 這個師傅 廣東話又可以 普通話又可以 很厲害 這個師傅 還要很謙虛 話色一點 大家呢 如果到這邊 想找個人 幫我們先選擇 都可以找這個師傅 我稍後拿過來 好 OK 好啊 好啊 哇 謝謝 好 我們先拿過來 稍後回來 謝謝師傅 OK 哇 我們過去那邊 我們剛才沒有位置 坐下來吃 我們現在先過去那邊 我們先拿過來來試試 我們真的味道很好啊 我覺得 哇 讓我拿好一點 先拿好一點 不要飛到街上 就拜拜 哇哇哇哇 他反抗我們 即是咬了一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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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這個的感覺呢 我真是吃上癮 剛才那麼多的東西裡面 這個的味道 留在我腦裡 還有剛才的蝦 所以你為什麼見到這次 將來 吃東西會翻出來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來了20天 好像沒有試過翻出來 是不是 那我今天終於翻出來 我真是 好正 那我們現在試試龍蝦 好嗎 因為我還沒吃 就放在桌子上很久 還有它現在攤冷了 可能有機會我們的平級 下降了級數 但是不要緊 我們快點試試它 這塊 我們 哎呀 一炮過了 好 雖然它過了那麼久 這樣就已經沒有那麼熱了 但是呢 都仍然難了它的味道 味道是沒法當的 這個一鮮匹掛呢 嗯 可一可再 我覺得OK的 那麼Johnny呢 這21天的旅程呢 就真的要把這個地方的評級 為一個很高級的高級 對於我心目中來說 可能下次我們有機會再來吃 那當然再來吃的時候 我希望 我是有半或者沒有半都不要緊 總之這裏已經是 成為了Johnny 抹在心裏 抹在本堡裏面的地方 好棒 好棒 好了 那我們今集就吃到這裏了 剩下一點時間 就容許Johnny 慢慢處理桌上的所有東西 我們就不會浪費的 那我Johnny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我一定你下一部影片 再見 這個是後記 證明Johnny 沒有說謊 我們由這個的天光 吃到天黑了 你看這裡的畫面 所以 為什麼說 泰國這邊 那些人不抗拒這個YouTuber呢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 都是由YouTuber去做個宣傳 就這樣 在這個市場 Johnny已經看到有三個不同類型的YouTuber 在廣告 有泰國 然後有台灣 那黑熊是台灣的 我記得應該 如果我記錯過 黑熊的觀眾千萬 就 黑熊的觀眾千萬不要怪Johnny 應該黑熊是台灣人來的 沒錯的應該是 是 你